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大和乌小最新更新的案件 科南原版1102级 海外称风版1160级的原创 赤牛和三名有福之人 这集可真是 打领了我前面对大和乌小的一切捧吹 逆集回到解放前 不过仔细想想 它向来就是如此 不需要追溯到奢华露营 萝博切成圆珠笔就还记忆留心 或许是我太乐观了 仅凭几个不是特别离谱的作品 就产生了它要好好写案子 和善泽青山三分柯南的乐观意象 今天这集它有一秒回归离谱 也不知道是不是普则一种给了压力 叫它不要背叛师们 输点忘足 这天小蓝原子柯南来到新美术馆 观看艺术展 艺术展不一般 正是开看前 还有猛男表演 看似表演 其实是一种筛选 这都能忍 那艺术展只会觉得好看 只见在一阵礼画中 展览主办者 艺术家赤牛阿美出现C位 为这场自豪的艺术展 这个要命的案件正是Action 此为经济技术决定上存建筑 进入展览后 原子化身导游 介绍起这门新兴艺术 原来阿美是刚展露头角的艺术家 但已经受到全世界瞩目 其独具匠心的赤牛艺术 将传统赤牛和现代艺术结合 一时间没人敢说手 这确实是艺术 包装的艺术 炒作的艺术 你去说是不是艺术 显然 这跟阿美在做和大和无小一样的事 锻炼观众的口味 塑造观众的生命 柯南兴趣不大 这当然是因为他不懂艺术 这让原子很生气 原来他们是受邀参加这场开幕式的 是幸运的那批 有没有可能这票卖不出去 要死神干净 就不知道动到处复不复得起 这件柯南有点好奇 只说这个展览 虽然叫赤牛展 但什么颜色的牛都有 多多没有红色的牛 这点原子也不太清楚 问就是艺术 起来吧是 他只知道赤牛原本就是一种传统工艺品 头也真的会慌 柯南小作补充 表示这来自一则故事 相传在江户时期 有一场地震 震倒了一个名叫元藏寺的寺庙 而当地人重建时 却发现无法将建材 运到寺庙所在的山崖 那这个庙一开始是怎么建的 幸好这时 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红色的牛 那他为什么不叫红牛呢 就是他帮忙把材料运到了山崖之上 使得寺庙得以重建 所以大家都很感激 甚至把它当作护身符 以消除厄运 怎么有种得寸进尺的感觉 这时 主见柯南刚说完消除厄运 一往就传来惊恐的叫声 众人寻神充惧 就见赤牛阿美倒在了后台 柯南设下 发现一人已乱气 信号他 左手拿着一只粉色赤牛 又只写下了一个符字 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死亡讯息 刚悟千叶瞬间赶到 千叶交代死者信息 就说千叶了地是地中地 阿美是被勒猴致死 但暂时无法确定凶器是什么 这也是本集最大的悬疑 可能是扎针后遗症 原子突然说他明白了一切 没错 现实里含有福字的人 就是凶手 然而听言 两个小弟也没有多说 而是到来了手头的行业人三个 原来 经过简单的问询 把行业人排至三个的程序 大人已经完成 那就是 三个和阿美有点关系的人 众所周知 有人就有江湖 有关系就有动机 首先是阿美的前男友 也就是实体的发现者 辅警阿皇 虽然分手了 但他仍在阿美这边 担任舞蹈演员 没错 就是开展前跳舞的那种 原子听到了重点 他的名字里有福子 看来他就是凶手 但千叶默默介绍起了第二位 阿美事务所的所长 福元所长术 在阿美展露头角之前 查无此人之时 他就已经是阿美的合作伙伴 是地脑的原始骨 原子秀到了国庙 没错 正如独语患的设计里的虾角 留下了个全家人名字里都有的S 这三个行业人里 名字都有福 第三个有福之行业人 是一位赤牛首艺人 叫福良哈吉面 阿美还是学生之时 他们曾在一个工坊学习 今天他又来到阿美的赤牛展上 说没点想法 谁相信 总之 案子一时无法走接近 刚目前夜 只好采用传统方法 预示不觉 叛逆一下 况说现在杀人案 都不需要出动一个警部 或者警部补出来了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立即退议 与此同时 有不止三件 死亡人数大于等于两人的案子发生 把白鸟摸摸左腾都支走了 这种死一个人的小case 就叫两个小弟锻炼 首先盘头是阿黄 阿黄表示他和阿美现在就只有工作上的关系 没有任何爱恨行仇 恩怨纠葛 只追不在工作的时候杀人 接着是所长叔 所长叔是老合作伙伴 展览会的一切都是他全权负责 要说有没有什么纠纷和动机 这场人谁会承认啊 而听到他的陈述 小兰指出 阁下莫不是活动那边的人 所长叔称认了口音 表示他确实是福岗县救流米人 好说阿美这个招牌都死了 你们俩一点都不急 明娃缺人 只要活着就无限机遇 最后是福良哈吉梅 众人来盘他时 他正独化沉思 满脸心事 甚至亮着眼镜 原来哈吉梅和阿美是老乡 当问到二人的关系时 他只说还行 一轮盘问结束 高牧觉得 人家不是回答的挺正常吗 解释听要你有动机 你不得不有 又做了点没营养的讨论后 高牧千叶的关注点 又回到了死者手中握着的赤牛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话说他是围了一次的 却一手握着东西 一手留下了军秀字体 这会不会太理智了 众人讨论着 柯南百度着 殊不止 一个小黑已经饥不可耐 下目标胜出了毒涨 柯南这边 百度不了单 他决定去观察观察三个嫌疑人 看看谁先露出破绽 众所周知 很少有人经得起柯南用力一看 首先找的是阿皇 只愿他立时就接到一通电话 这让他点头哈摇 连连说马上就还 看来他欠了一屁股债 这让柯南看在眼里 他欠债啥没有什么用啊 当场失业吗 还是说他阿皇其实是个杀手 你话吗 这种简直不能找 柯南若有所思 一抬头又看到所长数 只愿他突然走开 柯南立刻跟上 结果没有白跟 一路尾随到了侧座 便听到所长数所在的隔间 传来美妙的声音 很快 柯南满载而归 却得知远子这边 也有惊喜发现 原来可能是有钱人的手机信号好 远子搜到了哈吉妹的赤牛网站 只见作为传统手艺人的哈吉妹 他的风格是比较传统的那种 他的赤牛就只有红色的牛 且以此为好 照和阿美截然不同的保守理念 远子认为 终于杀人 而不是 他人会有点纠纷 说者就发现 哈吉妹叔真的不见了 听言 柯南恍然大悟 大吃一惊 历史朝一边充去 与同时 赤牛展厅里 一个小黑举起水棍 目标是眼前的艺术品 没错 他要做观众想做的事情 然而这时 柯南无情阻止 一举拆穿了他的保护色 原来正是服良哈吉妹 众人接连赶来 哈吉妹叔却不肯回头是岸 大悟药 听这两句话 像不像家说你自己 这些 这些 大悟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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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高木也无情阻止 因为再离谱的东西 也有他存在的价值 然而哈吉妹深度有几 不行 我必须多少 我必须把他们全部 驱逐出去 突然变成妨碍公共罪了 还不如让他 故意回财物呢 哈吉妹叔 获得了手捉一对 便倒来了动机 所以你就杀了他 哈吉妹叔大吃一惊 说阿美可不是他杀的 他的目标只有这些牛 合着你说的是 毁坏财物的东西 合着原子不是那么好忽悠 这种辩解 他听得多了 也听得应该没有小兰多 接着可是说话伤人 你一直嫉妒阿美小姐吧 小兰觉得 说的有点太心理了 就不能温和点 指责他 但原子表示温和点也是骂 那怎么样 在米花 还不还去差别大了 然而无心的吐槽 却让一旁的柯南 豁然开朗 不然相通 话没转 柯南回到现场 询问千叶 也没有什么新发现 千叶老师到来进展 大胆 竟然没有主动报告 还能老大亲自来问 千叶表示 据调查 死者手里的赤牛 只有死者阿美的指纹 此外 阿美是先被打晕 再被勒死的 留下的死亡讯息 就是用的冰血 好家伙 被打晕还能留下血字 后脑攻击太过雷弱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是先写血字 再被勒死 教授为什么不毁掉死亡讯息 这个矛盾 不是你现在打个剧情不定 就能冤怀了的 除此之外 今晚还发现 勒死阿美的胸气 破脑攻击果然还是不放心 而这一切 都在克兰的料想之中 于是他安排 亲烈小弟 去阿美家一趟 调查一件事情 接着又让刚木老弟 用好像是死者的手机 揍了点东西 这让他终于万事俱备 只欠脖子 话没转 众人情绪大定 由于哈吉内术已经靠上 此刻就有点尴尬 因为他杀牛未遂 被靠了就不能听推理 参加三学一吗 人已到起 一旁响起了女震探的声音 虽然还没有复制 原子比毛利还配合呢 可是 克兰没有良心 眼看原子都这么配合了 竟然还是给了一针 三秒是 本案共有两个疑点 一个是死亡讯息 一个是凶器 这就要从阿美手中的赤牛说起 这个赤牛 乍一看是在暗示杀人凶手 而且仿佛指的是 赤牛守一人 哈吉妹叔 但其实 赤牛还有另一层含义 克兰表示 同样的语言 放在不同的地区 会有不同的含义 赤牛便是如此 没错 真正的凶手就是 福岗的所长叔 因为赤牛在福岗这个地方 恰恰恰是指红色的兜当布啊 多么适合当凶器 眼看底库被揭穿 所长叔却仍是淡定 可爱老师 他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其实 所长叔和阿美一直在同居 吵架的原因殊不生疏 这其中不得产生点杀人动机 所长叔仍要挣扎 你倒是拿出证据啊 可爱老师 那你解释下 为什么阿美女士 要一边写个代表福岗的福字 又一边握着 在福岗是指多当布的赤牛呢 这是不是有点结果论了 他也可以是指信使戴福字的 赤牛首艺人 哈吉妹叔 眼看所长叔竟然不承认罪行 克兰决定顺点压力 很怪啊 赛人拓得知胜疑固 另外的是 赛人穿的都是多当布 难怪用多当布杀人 原来这玩意这么流行 到了这个程度还可以三选一 所长叔有点心虚 又有点庆幸 于是抢体笑颜 结果日剑所长叔的多当布 顾金飞 在颤抖下 斗出了一大截 原来 虽然大家都穿了多当布 但只有他的多当布 比别人的都长 穿这么长的多当布 还说不是为了伤人 而不是 克兰表示 这个长度 不难想象 也有别的用途 厉害了 一般人还在吊云线上周旋 有想象力的 却已经拓展到体股 又创新能力的 克制创新到了多当布 不可其实不是一天坏掉的 钢目轻也大吃一惊 没错 这就是他们梦美丘的凶器 克兰表示 他还查了所长叔的社交账号 上面有好底上 所长叔只穿多当布 参加活动的照片 所长叔倒也实诚 就是说 喜欢多当布 又错吗 喜欢尝到能力人的多当布 又错吗 但柯南有铁证 不然这得被够了吧 克兰表示 其实所长叔的多当布 新凶时 占到了阿美的逼血 啊这 你是怎么知道的 轻也立刻叮当 果然发现 冰血歇血 都占到血了还不扔掉 你是真喜欢多当布 可是人家住在一起 多当布上占到对方的血 也挺合理 说不定是所长叔 学大腿时 阿美主动流的鼻血 让所长叔扛不住压力 承认了罪行 倒来了动机 原来 这些赤牛艺术 其实是所长叔 直年前的一个肺炎 考虑到 相比他来做这个项目 外貌条件更好的阿美 更适合去做宣传推广 所以他就以阿美的名义 推出了这个项目 我说什么 果然是包装的艺术 营销的艺术 项目果然取得成功 然而 本因共享成果 一起名利双收的阿人 阿美却背叛了所长叔 他开始背着所长叔签合约 还擅自拖展新业务 当所长叔跟他抱怨时 他却说 眼看阿美妄言富裕 所长叔怒从心中起 于是脱下了裤子 要给他一个教训 哎等等 不是先打晕了吗 请讲逻辑 所长叔脱下了裤子 用多当步累死了他 他画面不敢想象 有点可怕 所长叔仍不甘心 求生优的精神状态 居然配得这么一本正经 可爱表示 这还多亏了柯南娜小子 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留意到了 留意到所长叔里 阿热 你要说合理 他好像也挺合理 而且还是很长的那种 多当步对吧 就是有点恶心心 看来是去一趟厕所 都不知道我能捞多少干货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最后三人回到社务所 探紧了赤牛本身的文化 他和乌小还是不敢数点忘足的嘛 原来 赤牛也是孩子的一种玩具 具有保护孩子的寓意 这样可难不经地狱 如果赤牛的能力 也能对阿梅和所长 说起作用就好了 也不是不起作用 主要是他俩做的 都是别的颜色的牛 就说了赤牛不是红色的话 就不是赤牛了 这期说完之后 再见